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要繼續進行我們新秀特訓的系列影片 那麼在最近的明星賽州 有一位球員從落選秀到發展聯盟的讓人 直到今年才正式 甚至他在得到灌籃搭載冠軍之前 他都還只是個10天短月的球員 沒有錯今天我們所要做的群人的話 就是我們的麥克朗 那我們現在以今日NBA的形式來看一下 麥克朗目前為止的話是24歲 平分的話僅僅只有67分 那現在的話也只是雙向合約的球員 不過這裡我可以老實跟各位講 麥克朗在7人隊絕對不會有機會可以上場 因為就算姑且不論Jump's Tartin 排在他後面還有Teras Maxi The S&D Milton還有Shrek Milton 再怎麼樣再怎麼樣都完全無法輪到他上場 所以這裡為他好的情況之下 這邊我會直接把他拆掉 我的邏輯是讓他去到尤他爵士隊 再怎麼說呢 尤他爵士隊是一個即將開始重建的一個球隊 所以因此他們也不會排斥說 可以訓練一些新的球員來當作主要的核心 不過這裡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John Ward會在這個地方 這是官方名單 但是John Ward卻在這個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裡我們從自由上裡面 可以看到他排在非常非常遠的地方 我記得他是67評分對不對 這裡我們就以兩年的合約 直接把他簽下來 沒有錯 雖然麥克朗來到尤他爵士隊 但是他還是得在發展聯盟多待個兩年 因為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有辦法在這個情況下就上到NBA 67評分這實在太困難了 所以這裡我們直接邀請到我們這個Shan Lee 並且導師也給他找好 看起來剛剛好就可以讓John我來讓他學習一下好不好 包括巨人殺手 神龍終界者以及空中魔術師 但我覺得可能一個都學不起來 沒關係 然後我額外幫他訓練一些 呃...力量不訓練 原地灌籃不訓練 因為他只是一個後衛 他不需要練內線 把他速度拉上去 把他的速度以及切入罐給拉上去 那麼戰術方面呢 呃...沒有的東西就不用練了 經過穩定度 沒有的東西就不用練了 制造方規也不用了也不用了 防守穩定度 沒有的東西也不用練了 我們就專程練他的外線防守 傳球智商 洞察力 以及傳球視野 你是一個控球後衛 如果你這些東西都沒有的話 你真的不要說自己是控球後衛好不好 他上了一個控球後衛 居然只有69評分的屬性 哇這真的是非常的不對啊 但我老實說他真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乾脆都練了好不好 乾脆團練不起來 然後籃板也練不起來 全給他拉在控球好不好 我得認真說一個實在話 我覺得他可能比這個 Essie Ballard還要再練不太起來 很難喔 不過我們這段話先直接摸摸到季末了解一下 我們爵士隊有沒有機會把他練起來吧 現在來到季末 今年Jason Tayton是拿他最有家的球員 最後第二輪的話是我們能不能要看Brockton Yes as the Combo最要放的球員 以及Jerry Brown最要進不講 以及Jerry Bronson最要進不講 那爵士隊的話就完全沒有進肌肉賽 但是可以了解一下 麥克朗 漲了一點評分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得說明年我們可能要開始 對內部做些整改啦 今天總冠軍的話就是毫無疑問的 亞特的老鷹隊 最後吹樣拿下FMAP 最後吹樣拿下FMAP 那今天來稍微嘗試一下 來瞭解我們今年有沒有機會可以拿下 前五順位 太誇張了吧哥 我怎麼五六七名直接變第一名啦 太爽啦 欸 由他絕對原來是衝著撞圓去的啊 哇原來是這個樣子啊 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選Vitwin被壓嘛好不好 沒有任何人 那麼第八項位我可以選完之後直接把他交易掉 Kanley George之前也有做過他的影片啦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球員啦 但是今天我可不需要 二號位如果有這個頂家隊Mori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再加一個Klint Cappella 喔唷直接把這個雙塔交易過來是不是 但邏輯而言如果不是卡佩拉 而是John Collins的話 我覺得整筆交易案的話是非常合理的 我們來瞭解一下 他要把鮮花全部打掉是怎樣 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 Klint Cappella就Klint Cappella好不好 直接把它做 好這比教練要直接做下去 那這裡呢我們需要一個老將可以幫助我們的這個Mclunk 所以我們把標封玫瑰Dark Rose給要過來啊 這也是能理解的事情啦 因為畢竟我們有卡佩拉 我們就需要美亞瑪打4號對不對 好那這裡Dark Rose就運回 一同來觀賞一下球員發展 Dijani Mori目前位置長了87平分 然後Mclunk長了一點 呃非常的好 目前他在整體屬性上面的話 都算正向增長好不好 只是我在老實說他的潛力真的是低到不能再低的那種 所以這邊我肯定是先把他的潛力值給優先拉上去 現在是我們被Yama以及我們的Dijani Mori 還有Laurie Markkinen Mclunk長目前位置是68平分 那還是讓他在發展聯盟多待一年啦 並且讓Dijani Mori先打回控球後衛 這樣子我們陣容算是挺合理而且挺和諧的 再來看一下目前為止他所增長的幅度都是 呃算是我能理解的正向發展好不好 控球目前也漲到71平分啦 然後這個強度我給他練到高好了 那今年爵士隊還是沒有要以這個奪冠為目標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先直接來到季末 最重要是要來瞭解一下今年Mclunk有沒有機會可以成長成一個 就是上到NBA級別的球員呢 好那我們這位就直接來到季末吧 他發展聯盟多待兩年之後他直接給我降下去耶 他是不是一輩子上不去啦 完了 沒了 現在我們來到季末 今年的話我們是排名分區第五名啦 那我們現在算是成長起來了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的Mclunk 目前為止的話是69平分 只能說他接近一個NBA球員的算底端啦 因為你要說69平分能夠上NBA還是很難的 不過今年我們的Mbaye Yama是處於受傷狀態 然後開始覺得要讓Mclunk開始上球隊打球啦 然後Mclunk上來讓Dark Rose打替補 那今年爵士隊在紀錄上的目標只需要不被橫掃就可以啦 我們來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喔唷 哇 贏了耶 右溪半月版撕裂傷這樣子他還有機會上場嗎 應該沒什麼機會吧 不可能吧 撕裂傷欸哥 你這萬一不好你這整個生涯沒了耶 你天天要打 喔好第二輪沒有被橫掃我就覺得很開心了 最後的話是我們... 最後的話是我們的Mbaye之婚人隊 拿下總冠軍 節目樂 拿下最後的FMAP 那今天Mclunk想要去自由市場裡面看一下 那這裡我們根據自由意志來瞭解一下他到底會去哪個球隊吧 那麼今天Mclunk成為六馬隊的球員 但整體而言看他的屬性都算是有些下降的 這裡我還是盡全力的把他的前列子給拉上去 目前為止來到B加 哈利伯仁這邊也慢慢給他拉上去 那麼我可能是因為之前強度給他練太高了 所以他有點後不太住 但是我得說控球他沒有拉上去 這實在是沒什麼辦法 不過我覺得他可以獲得六馬隊一指合約其實已經非常不錯了 不過現在由於Telux Maxi跟我們X3的都處於受傷狀態 然後並且在25歲的時候 他終於現在來到71評分了 已經慢慢可以成為一個控球後衛了 應該還不是這個時候 應該還不是這個時候 Mclunk終於開始成長起來了 啊他現在來到74評分啊 這實在算是一個讓人家蠻振奮的一個消息啊好不好 可以看到目前位置控球來到77評分啊 是可以當作一個控球後衛了 但防守還是一樣的有點黑洞啊 但是速度至少已經慢慢上去來到85評分了 然後目前位置可以看到我們的Max10是處於不是那麼開心的狀態 也是時候把他給交易掉了 這裡選擇跟Mia瓦記共同隊 去換這個Bobby Pollux 這算是一個能夠理解的組合 我覺得今年過去之後的話 Mclunk就會成為一個球員了 他就再也不會是讓人 我有一種感覺就是這樣 今年六馬隊來到分區第10名 但我自己覺得他不太可能會進季游賽 確實 目前來到77評分慢慢漲上去了 哇 終於在這一年 他有所起色了 他突然讓我想到一個人 就是我們的Garry Patton II 在發展聯盟大概這麼久 終於可以慢慢把自己的身價給打上去了 好不好 今年我們的總幹軍的話 是我們的波斯頓塞亞提克隊 Mclough目前為止77評分 我們就直接給他簽一下剩餘的賽季 底薪加入到印第安拉六馬隊 而且LeBron James、Chris Paul、Kamilansani、Kyle Lowry、Kevin Love等等 全部都即將退役 今年六馬隊拿下了這個第八順位 這裡他們選擇是Flory Vigunda 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籃領球員 Bodypolis在本賽計劃不選擇與我們續約 Bodypolis一年三千萬續約回來 那麼這裡我們在底薪簽一年這個Mike Conley 今年我得說一個老實話 Mike McClung終於成長起來 來到77評分 連續好幾年我都以為他即將直接下去了 他現在可以成為六馬隊替補控局後衛 這個我覺得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機會 整體成長到77評分 這裡當然就繼續把他的簽名詞給拉上去 現在都已經開到A-了 以及我們Telox Maxi 這裡讓他跟Mike Conley做學習 穿針引線特別快遞 以及我們的這個職業球桿 我們來看一下切入關 現在已經來到93了 不太需要再特別練太多 速度可以再練一下 彈跳力也給他再稍微練一下 很像敏捷度因為他要做一個 算是小鎖匠啊 所以我們必須把他的這個 速度給拉上去 那戰術不需要太多更改 那基本功的話 現在也還可以 那麼今年繼續模擬下去 現在我們來到2026年的季中 Mike Conley來到78評分 我覺得他可以開始往一些就是 缺乏控球後衛的球隊去了 那我剛剛稍微綜合看了一圈 其實紐約尼克隊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他們現在正中的話 有RJ Barrett、Duras Randall 以及Ben Simmons這三個人的組合 他們其實在控球後衛方面的話 並不是這麼的優秀 所以我們這裡執行一個交易案 把Mike Conley交易到紐約尼克隊 所以我覺得Mike Conley在今年的話 應該是可以有機會大放異彩了 但這個也是他第一次 可以成為一個先發球員啊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在季末之後的話 他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場軍表現吧 今年紐約尼克隊 來到分區第五名 而本賽季的話 他因為跟Trainman競爭時間 所以他非常容易被擠到替補 然後他只有場軍3.6分 2.2個籃板 1.1次助攻 0.5次超級 以0.4次火鍋 不過他在季后賽的話 場軍居然來到16.8分 3.6個籃板 1.2次助攻 這個是他以底薪打出來的成績 並且在下一年他會進入到自由市場裡面 我相信會有不少人會因為他季后賽的表現 或是想要在修愛系的時候 加強自己的控球後衛 那麼在今年Mike Conley獲得一支 金州勇士隊的合約 那麼說實在現在勇士隊已經勿世人非了 並且一年是月末一千萬左右的一個先知 這算是他進入到NBA以來最大的一支合約 那麼現在看起來他應該是個非常穩妥的先發級控局後衛 那麼勇士隊在季中的時候 目前為止拿到36勝19敗 他們在只有這樣陣容的情況下 拿下這麼好的一個戰績 McClan功不可沒 場軍18.7分 5.7個籃板 2.6次助攻 前面幾年全部都在發展聯盟度過 他今年終於綻放異彩 看起來是因為Angel Wiggins跟Kigemaru 兩個人是處於受傷狀態 讓其他新秀們會有更多上場的時間 那麼Angel Wiggins這邊就簽個1加1的球隊合約 那麼我就把這個當作他的最後一年 因為我相信他應該最高最高就差不多到84左右 就已經是沒辦法在頂的級別了 哇今年勇士隊居然可以拿下52勝30敗 最佳新秀是我們勇士隊的Cooper Flark 而最佳進步獎是我們的Mike McClung 勇士隊憑藉著這組新秀組合一路打到分區第三名 那我這裡就稍微來操作一下 Mike McClung打球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現在的話我們來到最後一節 3分30秒左右 這邊以速度加持下去 藍底下直接給進去了 剛剛其實可以看到 我覺得Mike McClung的整體速度來說 其實還是有點微微的笨重 就以一個6尺2吋的速度來說的話 並沒有那麼快 UK 這邊籃下轉身 在小球給到的是Aaron Golden 進場 直接給到Davis 藍底下直接上去得分 那這個3號的話也就... 那這個3號也讓我想起這個Jordan Poole 就曾經這個Jordan Poole的話 也在勇士隊的時候 拿下這樣的一個球衣啊 Butler 哇 這個年紀已經這麼大的Butler 不過他現在應該也算是老將啦 所以應該威脅性不是那麼大 來吃喔 加速進去 等一下上去要個犯規 直接讓對方的Murray Lio犯離場了 Mosses Smoothie 藍底下直接上籃得分 我現在算是能夠明白 勇士隊為什麼在今年可以拿他這麼好的一個戰績啊 他其實讓我想到2004年活賽隊那種平民球隊 他們主要打的是一個非常好的體系 然後並且有像是這個... Mosses Smoothie之類的防守比較強的球員啊 進行中距離 跳投算了一圈沒有進... 按底下就直接補籃進去啦 兩人包夾 Mosses Smoothie藍底下直接上去有個犯規 但是可以看到他在整體防守方面的一個速度 說實在沒有很快 藍底下 UK直接上籃得分 中距離 跳投算了一圈沒有進 不然是這球沒有進的情況下我們也就可以順利的贏下來啦 那最終的話我們是121比113 贏下這場比賽 其實老實說我們內線非常的單薄啊 但是我覺得我們後場機動性夠 並且Mosses Smoothie在今年也已經慢慢成長起來了 你可以看到他成為正宗主將級別的球員啦 Angelo Wiggins因為受傷所以他這邊上場的時間就急劇的下降 但這樣一個這種卻跟對方的 像Yoke Edge啊 像是Jama Mori等等的球員打起來的數據是差不多的 所以不得不說勇士隊確實能夠發現一個球員的天賦 就像當初Gary Payton一樣 所以我們在今年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4比0淘汰掉的丹佛境外隊 那麼獨心蝦隊目前我也只Kairofin跟Luca Dany都還在球隊之中 那麼在這一輪的話我們最終還是4比1被淘汰了 但是我們可以理解到直到28歲26到27賽季 Mike McClung才有機會可以成長起來啊 不過他直到可以真正成為球隊主將的話 在NBA落選之後直到現在真正可以成為球隊主將 中間至少歷經了5年多 所以NBA老實說不是這麼好生存的 但是他確實讓我們 但是Mike McClung用他一手非常流利的灌籃 像世人正面他也無窮的潛力 這裡我也希望Mike McClung在未來NBA的旅途之中的話可以更加順利 這就是我對這個球員所想說的祝福之話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收看觀眾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最後的話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後來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